講到香港的話,香港地小人多,但是它的歷史卻非同凡響 香港的歷史可以追回到16世紀 由一個小漁村發展到現在的國際都市 期間的全歷史將由我們香港叛改之旅為大家揭開 今天是行程的第一天,又在12點到達香港之後 就會開啟為期三日兩夜的改善新之旅 就是開始之前,安裝地圖軟件是一定需要的 首先坐地鐵由上水至頌王台 地鐵是香港人最常乘達的公共交通工具 覆蓋香港近七成人口,十分之方便 而地鐵站淑王台的名字都是因為香港 過去是元朝的歷史因素而有的 但在1點15到淑王台後,由C1出口 步行15分鐘到達九龍城裁判法院 香港有7個裁判法院,這個法院就有鬼神之說 傳聞有工作人員曾經在法院中見過 紅衣女鬼,呼,是不是很像你看的電影劇情呢 各位女工見到身邊的他,竟然在勁中見不到人影 馬上嚇到要辭職,勇士李可以前往法院一探真相 不過就算是捉鬼勇士李也要吃飯 在觀賞過後,在3點鐘前往昌法泰國粉麵屋 於九龍城市上一次正宗的泰國菜 感受一下香港的多元文化 截住,在10點半吃完飯後 坐的士回到崇王台地鐵站就可以坐地鐵 到旺角,當然旺角我們第一件事是數街 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這裏怎可以不購物呢 坐的士去小曼中心,這個商場的格格十分之奇怪 五樓以上的樓層正在封鎖的 不知道充滿想像力究竟會否懷疑五樓以上是零體出沒的地方呢 最後,如果你累了,就去重慶大廈吧 這個建築在抖音上是十分之出名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任意出色的人道菜 香料的頂級搭配一定可以用兩手指 住室方面,第一晚我們選擇大京酒店 大概是800港元一晚 雖然說有點鬼,但身為捉鬼用事 在這裏學習就可以看到 游到是走廊的白衣生娘 衣櫃中的黑影 我認為應該是十分之值得的 捉鬼人,享受今晚吧 在翌日的早上10點 在大京酒店起床之後 又展開了翌日的尋規之旅 我們的旅客先會用一小時梳洗之後 先步行一分鐘來到住民旺格的本地茶餐廳南方園 一個小時品嘗到地茶餐廳的美食 和體驗了服務員的熱情款待之後 旅客將於12點正準時搭乘地鐵 屯馬線以迫觀航線前往黃大仙站 並且在大約12點半到達黃大仙子 而這裏就是我們尋規之旅的第一站 香港著名宗教場所黃大仙子 黃大仙子全稱赤松黃大仙子或色色羊黃大仙子 是香港的一座著名廟宇 廟宇主要供奉著東鎮時南中骨 道教的著名神志黃初平 另外亦有供奉余佛兩教的神志 如孔子觀音等等 所以三教融合都是我們香港黃大仙子的一大特色 在開展尋規之旅之前 鐵心的我們為了大家之後 可以在行程中得到神明的保護 無憂無慮地探討香港的靈 拜神之後時間都差不多來到2點了 我們將會乘乘74A巴士 由黃大仙轉車站黃大仙廟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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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尋不迫這班同志軍 加上附近中文大學晚上經常聽到人在暴躁 懷疑是鬼魂 所以稱為猛鬼橋 松仔園也是一個郊野很好的地方 風景疑人 所以旅客可以沿著大埔教自然護理區行走 欣賞沿路的景色 感受香港的自然景色和生物多樣性 在大約兩個半小時的山行之後 旅客將會在六點返回到起點 並且乘乘火車沿著東鐵線和港島線到達堅尼地城站 車程大約是一小時十五分鐘 到達堅尼地城之後 旅客將會行走一分鐘到達台食餐廳 雅園來鳥進食晚餐 雅園來鳥的食物不但具有台式風味 店舖的裝潢更加有中式氣味 天花板的燈籠不僅會讓旅客回顧他們的中式文化 更加會聯想起第二日行程中的中式恐怖元素 食完晚餐之後 時間都差不多來到八點半了 其後旅客會乘乘15分鐘的的士 到達第二日的最後一個景點 上環的必烈者市街 這條街充滿著紅磚建築 更加是比太多的電影在這裡取景 據說在1945年的時候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而駐守香港的部分激進日軍零死不寒 就集體在軍營中自殺 所以這個地方也被人稱作香港的猛鬼勝地 旅客可以在這裡拍照留念歷史回望過去 最後旅客將會在九點半的時候 起程搭乘半個小時的地鐵 返回帝京酒店休息 結束我們第二日的旅程 在帝京酒店一覺起床 已經是早上十點了 即將開啟尋鬼之旅的第三日 也是我們的最後一天 首先我們會步行到尖沙咀站 再乘車到中環站 再步行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 全程大概會是18分鐘 相信經過了前兩日的尋鬼之旅 旅客們都已經會配錦皮卷 所以我們的行程就會由有咖啡的早餐開始 那裡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個尋鬼景點大館了 位於從一地區的Blue Bottle Coffee 香港的Blue Bottle Coffee是由台灣傳入 著名的藍瓶咖啡背著西式早餐 例如窩夫、暗裂 令到尋鬼之旅的第三日早上 顯得格外精致和醒神 旅客的享用早餐時間大概會是一個小時 到了大約中五十二點 外就會步行到大館 全程大概會是十五分鐘 大館是香港著名的西式建築 有標誌性的紅磚愛牆 以前是香港著名的監獄之一 全民在以前執行死刑的刑場 只有一種方法的死刑 那個就是搞刑了 俗稱問刀 而行刑的過程就是向外公開的 有死球的魂怨陰雲不散 在犯人的地方經常傳來鬧鬼的傳聞 早年這條小橋在未被封閉之前 是關押犯人的通道 某夜有個警署洗衣房的小公 獨自在演講室睡覺 睡下蒙攏之間 突然見到一群身穿球犯服裝的幽靈 一個只不過這樣由連接小門的門口飄入 他當時被人嚇到目瞪口哀 不能動彈,直至天明才可以離開 但是自此以後 他就不再可以說話,成為了阿爸 那就是我們大館之旅的圓結地方 而我們整個旅程的最後一個尋規景點 我們就會去到高階鬼屋 高階位於香港西螢盆西半山區的一條街道 因此我們會先由大館先報行到 恆生銀行總行大廈得庫道中 乘坐巴士5B到正街得庫道西 再報行到西螢盆西半山區 全程大概是20分鐘 高階鬼屋在日戰前是一間精神病院 病人被隔離,進去的人就不可以了出來 因此積累了大量的怨氣 傳聞病院的樓下有一個地庫 經常有一個精神病人撞頭自殺 因此會經常傳出撞擊聲 後來議戰的時候,日軍佔領了香港 將病院改了做刑場 殺害了無數的人 所以怨氣都是非常之重的 據說,圍屋更是位於香港農物的最陰處 是靈體的好去處,為香港最熱門的猛鬼景點之一 到了這裏,我們的行程基本上都完結了 旅客都是時候乘坐A10的巴士 從西螢盆出發到香港國際機場離開香港 結束震撼人生的香港尋規之旅